Hello 大家好!又是我Edison和大家聊古典樂事的時候了 近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風氣越來越盛行 特別在美國和歐洲,在不同的界別都深受影響 自古以來都以白人為主導的古典樂界,當然不能夠獨善其生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一些近年備受注目的黑人作曲家和音樂家 首先和大家介紹的就是來自英國的年青黑人大提琴家,Shaku Candy Mason 他其實是來自一個音樂世界,包括他在內七位兄弟姐妹,全部都是玩古典音樂 而他的成名作就是在2016年BBC Yarm Musicians的比賽中獲得冠軍 成為比賽至創立以來第一位獲得獎的黑人音樂家 自此他就被受英國樂壇的重視,成為一個寵兒 媒體紛紛報道,腰藥也是蜂擁而至 也有不少重要的演出,包括當年哈里王子和梅根的婚禮信 就是他的有份演出 而他的專輯其實都是大受歡迎的 甚至是被英國傳媒譽為最成功的出道專輯 他其實也和他姐姐I Sata 是預約了來香港演出的,很可惜 因為COVID的原因取消了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來到香港 但我相信總有一天他們會來到香港 向香港的觀眾獻記 大家到時不妨多點留意一下 接下來要和大家介紹的不是獨立的音樂家 而是一整個樂團 Chinneke Orchestra 是2015年由一位英國女低音大提琴手 叫Chichi Venoku的音樂家 他創立的原因就是當時他有一場演出之後 就和一個文化部長聊天 對方就跟他說 我留意到在整個舞台上 你是其中為數很少的黑人音樂家 而又有一次他就去倫敦 欣賞一對來自江國共和國的樂團演出 雖然台面上全部都是黑人音樂家 但是觀眾席上幾乎都是白人 所以他就立志要創立一個Orchestra 這個就是Chinneke Orchestra 他獨特之處就是標榜了 他是歐洲第一個以種族多元為目標 或者為宗旨的一個樂團 就是說他的樂團成員的構成 分別主要是由黑人、亞裔 或者其他少數族裔所組成的 他演奏的也都很努力地去focus 在黑人作曲家的音樂上 想發掘多一些黑人的作品 譬如說是剛剛最近 一個在歐洲非常當紅的作曲家 Max Victor的最新專輯 The New Four Seasons裡面 正正邀請了這個樂團去合作 說到黑人作曲家 黑人作曲家的作品也都越來越被發掘出來 其中一位就是Samuel Kovic Taylor 這位作曲家其實不太長命 只是37歲 但是他在世的時候 其實也挺成功的 他曾經三次去過美國場演 受到當地的歡迎和尊重 當地的樂團甚至稱他為黑人馬勒 那麼厲害 而且羅斯福總統也曾親自接見過他 在那個時代 作為一個黑人的音樂家 能夠受到這樣的待遇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不簡單 很可惜他的作品和音樂 在隨著他的歷史場合之中 就慢慢地被人淡忘了 幸好近年也有越來越多的音樂家 去發掘他精彩的作品 包括剛才說的Shecku 艾薩塔也奏過他的音樂 而我自己也非常喜愛他的一首 叫Deep Weaver的作品 他其實就是某程度想說 訪校布拉姆斯 他創作了一系列的匈牙利母曲 他就是想透過音樂去保存黑人的文化 這首作品其實是來自一整套的 二十四首作品其中一首 他就是把二十四首黑人的歌曲 改編成為鋼琴曲 大家也不妨聽這首Deep Weaver 另外要和大家介紹的就是來自美國的作曲家 Forence Price 他除了一位作曲家之外 他也是一位指揮 也是一位鋼琴家 也是一位鋼琴手 非常之厲害 更加厲害的是 他其實是一位女性 所以在Bad Life Matter 和MeToo運動這麼刺激的情況之外 他簡直可以說是中了 所以也越來越受到 特別是美國本土的音樂家 或者樂團所重視 經常會拿他的音樂去演奏 他的作品數量都非常驚人 在說超過三百套的作品 當中也不乏一些大型的作品 例如鋼琴的協奏曲 有四首的交韻曲等等 他也會在這些作品裡加入一些黑人的元素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 都不妨去聽聽他的作品 今天介紹的作曲家或者音樂家 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覺得有什麼黑人的作曲家或者作品 非常之你喜歡的話 都不妨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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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